早安,今明东北季风影响周二小犬接近迎风面降雨增 中秋连甲接近尾声,今天北方有一波东北季风南下,桃竹沿海的风力已经增强,东北季风前缘的水气落后一些,约在上午通过北部,因此今天迎风面北部,东半部的天气都有所转变 中午过后,有转凉的感觉也有些短暂阵雨的机会,外出可攜带雨具已被不时之需,中南部影响比较轻微 南部午后山区仍然有局部对流雨,主要变化为台南以北沿海风力也会比较明显地增强 台风方面,由于小犬台风生成之前,结构及对流受风切影响不断往西调整,目前台风的结构终于好转 这两天模式对其掌握程度会比较好,原本预报路径发散的状况也有所收敛 巴士海峡到屏东一带通过的路径几率较高,不过还有变动空间 依目前气象属路径来看,台风相关环流对于花冬、蓝雨绿岛,屏东的影响将最明显 以上地区本周要有防台的心理准备 今明两天大致为东北季风环境,天气变化不大 周二随台风接近,受台风的风场及海峡峡管效应影响 西半部风力仍大,东半部开始受到台风外围水汽影响 降雨也逐渐增多,周三到周四台风通过台湾南方附近 东半部的降雨更显著,西半部受地形屏障影响降雨不明显 但风力将再增强,尤其沿海阵风频率高 务必要留意物品固定状况 预估周五随台风逐渐往西远离后 东部降雨及西部的风力都将缓和一些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科预您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